白芷从组长洞穴出来后,又默默走了他母兽洞穴,洞穴不断传出熟悉喘息声。 白芷搭拉着耳朵立马转头离开了。 白柯,你雌性最喜欢吃什么? 白芷走路上突看见了自己朋友白柯,于是问道。 蜂蜜和红果子。 白柯立马脱口而出,转而笑着说道,白芷,听说你带回来一个漂亮小雌性, 据说还没有截履,你喜欢他吗? 恩我很快就会和他截履了。 橙橙是我见过最可爱小雌性。 白芷自信满满说道。 白芷,我听说他是一个巫医,到时候白果生宰宰时候,能麻烦他来看一下吗? 白果就是白柯雌性,白虎部落几乎所有兽人都是以白为性。 等我回问问他。 白芷担心橙橙会很累,毕竟橙橙才刚刚年,附近所有部落就只有橙橙一个巫医,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兽人过来,白芷有些后悔告诉其他人橙橙是巫医了,万一他很辛苦怎么办? 等白芷回到洞穴时候看到苏橙橙还熟睡,就蹲一旁入神看着他。 从额头逐渐看了橙橙粉嫩薄唇,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,慢慢凑上。 好软好甜白芷不想松开了,就这样轻轻贴住,不时用舌头舔一舔。 恩白芷看橙橙要醒了,立马就闪到了一边。 白芷,你回来了。 苏橙橙揉了揉眼睛,坐了起来。 秃,苏橙橙脸色一僵,完了,好像侧漏了白芷,你能帮我带一些水回来吗? 苏橙橙现做兽皮上,一动都不敢动。 白芷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要是橙橙让自己做事,自己就一定会做。 等确定白芷出后,苏橙橙拿出棉堆,双手一顿骨刀下,做出了一个简易板卫生巾。 后整个人缩兽皮下换了衣服。 虽洞口用一些大树叶挡住了,没有门苏橙橙还是没有安全感。 很快白芷就捧住一个巨大核叶回来了,核叶盛满了干净河水。 他还远处时候就看到了,洞门口聚集了一些年轻单身兽人,白芷以为苏橙橙立马飞奔了回来,那些人一见白芷回来了,就七嘴八舌了起来。 白芷,你雌性是不是发情了,好像啊我从来都没有闻过这个味道。 是啊,白芷,听说这个小雌性还没有截履,让我们看看吧。 白芷,我要和你竞争小雌性第一个伴侣位置。 这些年轻兽人虽很好奇,绝大部分人都不敢和白芷宣战,因为他们也发现了,白芷今是一个三阶兽人了,只有一个刚刚年一阶白虎站了出来,要和白芷争夺地位。 两人一触即发,白芷将手里和叶随手递给了一旁兽人,后一跃变了兽形状态。 WWW 刚年白虎明显比白芷要小一圈,可是他却是异常勇敢,率先猛扑了上,白芷迅速躲开,后两人撕咬了一起。 洞苏澄澄原本双手撑住下巴发呆,被洞外打架声音吵到,隐约间好像又听到了白芷声音。 他迅速掀开书也走了出。 一走出洞口,就看到白芷用一只爪子把一只稍小一些老虎死死压了掌下。 两人都立马看了自己,迅速变了兽人模样,白芷松开了手掌,小老虎也变了一个十八岁左右小男孩样子,他眼眶发红看了他一眼,后就魂落魄走了,身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伤口。 苏澄澄连忙走上前,拽着白芷手臂上下打两柱,白芷,你有没有哪里受伤了? 他看了一圈,见没有伤口这才放下心来。 白芷猛抱住了他,弯住腰把脸埋他紧窝处,委屈说道,诚诚,他要把你抢走,我才打他。 苏澄澄心力一软,回抱住他认真说道,白芷,我只喜欢你,别人抢不走。 文言周围围观受人心纷纷碎了一地,下一秒就见白芷抬头挑衅看着他们,把他们气得心里一梗。 他们这一下午即看到了最漂亮小慈性,又见识到了白芷厉害和伪装。 看这情况,小慈性明显试着白芷,也没有想认识他们意思,他们只好不舍走了。 走时候还不忘回头多看看苏澄澄几眼。 捧住荷叶兽人知道这水是给小慈性,所以即使生白芷气也稳妥把水还给了他。 黑夜很快降临,部落出打猎队伍也陆陆续续回来了,部落打猎是轮换制,今天出了,明天就不用再出,留部落保护慈性和幼崽。 白芷看着蹲地上不知道鼓刀些什么成成,疑惑问道,成成,你做什么,我来帮你。 苏澄澄摆了白手拒绝了,我在把钱找到的止血的药捣碎,你等会拿去给那个和你打架的孩子吧。 只瞬间就心情低落了起来,就听到苏澄澄继续说道,你和他是一个部落的,你们是要一起保护部落的,不能互相在心里埋下疙瘩,你把他打伤了,我们一起去给他送一点药吧,这样以后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。 只听完只觉得自己运气怎么会这么,遇到了世界上最善良最可爱的小慈性,他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苏澄澄,然后迅速地亲了一下,拿过药就冲了出去。 我自己去送就可以了,澄澄你休息吧。 苏澄澄一转头就见指已经不见了,空气中只回荡着他留下的一句话。 只一路快跑冲到了那个小虎的洞口,成年后的兽人都会离开富寿母兽,给自己挖一个洞穴,洞穴的大小完全由自己决定。 成年后兽人的爪子基本削铁如泥,所以挖一个小洞穴完全不在话下。 只进入洞穴的时候就看到变成兽型的圣在舔噬住自己的伤口,小伤口基本都已经止血了,只有后背的一个伤口很深,不断地往外渗血。 圣,这是我的雌性送你的药,给你涂在伤口上止血。 只特意强调了我的雌性这四个字,想到他才刚成年,就说道,你在锻炼,等你到三接了再来挑战我,我等你。 说完就离开了。 圣看着手里的药膏,又瞬间充满了斗志。 诚诚,要送到了纸一进来就看到苏诚诚双手拎着一块肉,肉很大,是陆寿最鲜嫩的离脊。 苏诚诚立的拎着,生怕碰到地上的灰尘。 还只回来得及时,给接了过去。 纸,刚刚有个兽人来给了我这块肉,说部落里每一个雌性都会分道。 苏诚诚甩了甩有些酸的手说道。 是的,诚诚。 部落里的雌性和幼崽都是不打猎的,等打猎的队伍回来后会给雌性送罪的肉,其次就是幼崽,还有第二天要出去捕猎的兽人。 看来队伍天的收获狠。 只毫不费力地拎着鹿肉说道。 那出去打猎的雄性兽人吃什么呢? 还有一些年纪大的兽人呢? 苏诚诚疑惑地问道。 出去打猎的兽人如能再回来后再次出去捕到猎物罪,捕不到的话就是等剩下的肉吃,没有的话就是等第二天再吃。 老了的兽人,除了组长,其他都是吃剩下的肉或者一些子。 苏诚诚对此没有一丝质疑,因为为了一代一代生存下去,他们只能这样。 苏诚诚觉得有些心酸,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还真是有些残酷。 www 他突然灵光一闪,问道,指,你们一般都是吃些什么? 鹿兽肉,猪兽肉,羊兽肉。 苏诚诚听了半天全是一些兽类,也难怪,它们都是肉食性动物大老虎。 对了,只说过雌性是没有兽型的,那是不是代表雌性和自己一样是杂食性呢? 他不指望能改变老虎的饮食习惯,是说不定可以改变雌性的饮食习惯。 洞外突然传来了洪亮的号角声,是组长在吹号角。 指低头向苏诚诚解释道。 指一手拎着肉,一手拉着苏诚诚的小手走向了部落中央最大的一块空地。 空地上堆起了一个巨大的篝火,四周已经陆陆续续做了许多兽人。 苏诚诚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,还是被眼前的场景惊到了,地上坐着的雄性兽人一眼望过去大约有五六十个,雌性却是寥寥无几。 仅有的几个雌性周围坐满了雄性兽人,应该是他的伴侣,个个都十分殷勤,完全不像伴侣的关系,反向是仆关系。 那些单身的兽人一看到苏诚诚就像是恶狼看到鲜肉一般,恨不得扑上来,苏诚诚紧紧地搂着纸的胳膊,低着头,生怕和别人对视了。 纸也感受到了苏诚诚的紧张,把他搂到了怀里,瞪着那些火辣辣的眼神,然后眼神示威。 在纸的怀里,苏诚诚明显感觉到多了,没有那么多让人害怕的眼神了。 虽然他知道这个世界的雄性兽人是不可能伤害雌性的,被这么多人盯着还是忍不住有些紧张。 只一路搂着苏诚诚到了一个较偏僻的位置坐下。 纸贴住苏诚诚坐在他的后面,像一个大盾牌包裹住了他。 苏诚诚也已经逐渐习惯了何止的亲近,靠在他的胸前看着他认真的考住分给自己的路肉。 突然身边坐下来一个兽人,苏诚诚抬眼看去居然是和纸打架的那个小老虎,苏诚诚有的笑了一下,胜了脸瞬间就红了,假装不在意的烤住自己的肉。 纸也看到了胜,也打招呼似的点了点头。 纸,等一下,我撒一点辣椒粉上去。 苏诚诚从一个小小的瘦皮袋里拿出了一片树叶,树叶打开里面包的是红彤彤的辣椒粉。 苏诚诚抓了一点点后撒了上去,转头对着白胜说道,你要吗? 我这还有一点,好吃的。 白胜红住脸摇了摇头,苏诚诚见他不要也没有抢球,毕竟辣椒粉有限,在自己还没有找到更多的调料前还是节约些。 加了辣椒粉,好吃了多,就是不知道哪里有盐。 白纸,你知道哪里有盐吗? 就是吃上去咸的东西,有点白也有可能是黄色的。 苏诚诚满怀期待的问住。 没有,诚诚,我没见过这个东西。 白纸一边把手上的烤肉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,一边打倒。 肉条被摆放在了一旁的树叶上。 好吧。 苏诚诚拿起树叶上的肉条继续吃了起来,不时往背后的白纸嘴里塞一些肉。 次数一多,白纸怕他吃不饱,把嘴抿得紧紧的,不肯吃他的肉条。 你不吃我生气了。 这么大一块肉,他是不可能吃得完的,更何况他也没有什么磁性至上的思想。 可不管他怎么威胁,白纸就是不肯吃,苏诚诚拿他没办法,又掰不开他的嘴。 看样子白纸是非要等自己吃饱了再把剩下的肉吃了。 一旁的白纸抖了抖耳朵,把他们两个的对话听了进去。 余光看见他们两个的小动作只觉得羡慕极了, 成成真的是最好的磁性空地的中央突站起来一个长的兽人, 他一站起来场地上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, 大家也都知道了,白纸的伤好了,还带来了一个小磁性。 场下突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 声音太大,白纸捂住了苏诚诚的耳朵。 悄悄地在他的耳边说道,诚诚,这是我们的组长。 苏诚诚点了点头表示他听到了,后继续看了空地中央。 组长顿了顿,等欢呼声小些了之后,继续说道, 白纸的伤就是这个小磁性治好的,他是一位珍贵的巫医。 话音一落,场地上所有人都震惊了。 纷纷四处张望着,想要找到他。 苏诚诚还有些猛地坐在白纸的怀里,什么巫医? 是在说自己吗? 巫医? 医生? 自己还没毕业呢? 诚诚,是我告诉组长你是巫医的,如你不愿意的话,我去。 白纸有些歉意地对苏诚诚解释道, 没关系,我愿意。 巫医,一听地位就挺高的,白纸也是为了自己着想,他也没什么好生气的。 苏诚诚虽还没毕业,时也经常摆烂,但他对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, 毕竟学医也是因为从小受老中医的爷爷影响,对中医药方面还是有些基础的。 而且这个原始界的植物都异常的茂盛,他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新的中草药,到时候他再写一本书,名字他已经想好了,就苏诚诚长草,哈哈哈哈哈哈。 四周的视线快聚集到了他这里,他的前方也逐渐开了通中央的一条路,苏诚诚热血秃涌了大脑,也没有再不好意思,一下子就站了起来,拉着白纸走到了组长旁边。 走近了些,发现这个族长长的有些严肃,像集了自己高中时候的教导人,看得他有些心慌。 白纸紧紧握着他的手,似是在给他一种无声的鼓励,苏诚诚看了看四周,说道,大家好,我苏诚诚,是白纸的女朋友,以后我就是白虎部落的一份子了,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都可以来找我,我会尽力帮助大家的,谢谢。 一说完,下面的所有兽人聚跪了下来,他败了几下。苏诚诚看着面前的场景,只感觉自己像泄了气的气球,刚刚的自信全不见,拉着白纸又溜了刚刚那个偏僻的位置。 兽人们一抬头就发现苏诚诚不见了,紧接着组长就示意他们可以自己吃自己的肉了。 见组长示意,刚刚严肃的氛围全不见,兽人们开始激烈的聊起了天。 女朋友是什么意思? 下面的兽人嘀嘀咕咕的讨论住。 苏诚诚,这个名字好好听他是哪个部落的呀? 看他穿的兽皮衣都是没有见过的样子,肯定是来自一个大部落。 他好漂亮啊眼睛大大的,白白的。 那些单身的雄性兽人又忍不住有些蠢蠢欲动。 他太瘦了,一看就不能生仔仔,根本比不上白花,你看白花壮壮的,都已经生了一窝小虎仔了。 一个既稍大的雄性认真的吸道。 快那些单身的雄性兽人就成了两派,稍轻的一派坚决认为苏诚诚更好看。 另一派就觉得白花更好生养。 没有人注意到一个胖雌性满脸嫉妒的看着苏诚诚,听到那些单身雌性说自己不如苏诚诚漂亮就更加生气了。 阿母,我想吃那块肉。 一个小老虎小生得住,因为还没成,所以只能是兽型的样子,小小的,像一个小猫咪。 吃吃吃就知道吃胖磁性力的掐了小老虎一下,小老虎虚弱的了一下,缩了他的腹瘦的怀里。 雄性看着怀里的小老虎,有些心疼,但又不敢说些什么,只好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住。 白指,我吃饱了,剩下怎么办? 苏诚诚摸了摸圆鼓鼓肚子,白指虽然知诚诚胃口小,但还是又一次被震惊了。 低头看了看苏诚诚肚子才相信了这个事实。 他拿起肉两三口就吞了下去,苏诚诚睁大了眼睛,生怕他噎住了。 不过显然是他低估了一个大老虎胃口。 快,山边兽人陆陆续续去了,有些洞穴里甚至传出了一些不可描述声音。 苏诚诚只觉得氛围十分尴尬,但看周围人全是习以为常样子,也就跟着装作正常样子,只是满脸通红暴露了他不自在。 诚诚,我们去吧。 白指小声在他耳边说。 苏诚诚连忙点头,白指拉起他,两人就往河边。 白胜看着两人远,心情低落了自己洞穴。 月光照射下来,河面上波光淋淋,十分耀眼。 听着夏夜缠鸣声,苏诚诚突然就想了家里院子里一棵树,一剩下,也是这样缠鸣声不断。 白指,我有点想家了。 苏诚诚红着眼眶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 白指低头就看了这一幕,感觉心脏被紧紧拧了一下,疼疼。 诚诚,你家在哪? 我陪你去。 白指抱着他认真说。 只要诚诚开心,他愿意陪他去任何地方。 远远,远我这一生可能都不去了。 白指感觉胸口一片湿润,他不知该怎么安慰,只能更用力抱着。 轻抚着他脸,给他擦去脸上泪水。 白指背着苏诚诚漫步在河边,微风轻抚脸颊,河岸边湿软土壤上留下了一串长长脚印,苏诚诚趴在白指背上只觉得安心,快他就进入了梦乡。 等他再睁眼时候,就看见白指拿了两大块纯白羊羔皮。 羊羔皮还散发住淡淡花香,苏诚诚顿时来了兴趣,做了起来。 诚诚,我再给你做一套瘦皮衣,你身上衣服可以保存起来。 白指之苏诚诚想家,他身上衣服估计就是最后纪念,还是要好好保存。 快,白指就按照苏诚诚设计做好了,是一件略带收腰连衣裙,裙摆了膝盖处,剩余瘦皮还做了一条安全裤,防止光。 羊羔皮做裙子薄柔软,苏诚诚穿上去显他皮肤更白嫩,就像刚出生小幼崽那样香香嫩嫩。 给苏诚诚做完后还多了一块瘦皮,白指打算等苏诚诚想要新衣服了再做,可苏诚诚决定给白指做一件宽松裤子,这样也省白指每次变人形时候就只围着一块小小旧瘦皮,万一被别女生看了怎么办呀。 M。白指看着拿着骨针认真缝制苏诚诚,只觉得自己更喜欢他了,每一天都超乎他预料更喜欢。 裤子太难了,还是缝个半身裙子吧,男生穿裙子会不会有点奇怪? 应该没事,苏格兰短裙不就是给男生穿吗,只是现在变了瘦皮裙,苏诚诚皱着眉毛思考。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,苏诚诚看着手上缝乱七八糟裙子,默默塞了身下坐着。 诚诚,我来试试。 白指有些兴奋。 没,还没做好。 白指显然不信,伸出右臂一把搂住了苏诚诚腰,微微一用力他就腾空了起来,然后被挪了另一边。 白指拿起兽皮裙前后看了看,没忍住笑了一下,快就掩盖了下去,可是苏诚诚还是看了。 他不好意思极了,扑上去要夺衣服,白指连忙把手举高,苏诚诚扑了个空,直挺挺撞了他硬邦邦胸口上。 呃苏诚诚捂住酸痛鼻子,眼泪都要被撞了出来。 白指连忙放下兽皮裙,蹲下双手扶住苏诚诚肩膀,轻轻吹着。 吹吹就不疼了,吹吹就不疼了。 看着白指手忙脚乱样子,苏诚诚突然觉得有趣,笑着说,你把我当小孩呀,我才不要吹吹呢。 白指眼睛一眨不眨和他对视住,慢慢凑近,苏诚诚下意识闭上了眼睛。 他唇贴了上来,软,白指一只手护着他头,另一只手则紧紧搂着他腰。 苏诚诚觉得有些喘不过气了,微微张开了一点嘴巴,想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,可白指他仿佛突然懂了,伸了进来。 嗯嗯嗯。 苏诚诚轻轻拍着白指胸口,白指才依依不舍松开了手。 白指垂眸看着怀里苏诚诚,只觉得万般柔情用心头,苏诚诚耳朵飞红,也不和他对视。 诚诚,我去捕猎,你无聊话,可以去找一个白慈性玩。 白指用力抱了抱他,然后转身离开了。 你好,里面有人吗? 洞口上挂住几条绿油油藤蔓,上面还点缀住几朵小野堆,一看就知道洞穴主人是个比较有生活情趣受人。 藤蔓掀开,露出了一张小麦色短发女生脸,脸小小看着像刚年样子,脸颊处长住一小片代表幸运小雀斑,单眼皮但眼睛非常有神。 他看到是苏诚诚,立马露出了微笑,热情邀请苏诚诚进来。 谢谢。 苏诚诚抱着几个大红苹果走了进。 送给你,也可以给你宝宝吃。 苏诚诚看着已经显怀白果温柔说道。 白果一愣,反应过来了后说道,你真和白纸说一样,很独特,我也很喜欢你。 受人表达情感很直接,没有什么委婉说法,喜欢就是喜欢,讨厌就是讨厌。 苏诚诚有些害羞,一时也不知道说些什么,看到白果在不时抚摸自己肚子,立马转移话题问道,白果,你大概什么生宝宝啊。 白果果然立马被转移了话题,回答道,大概还有三十多天。 哇,那快有小老虎了,白科一定很开心。 苏诚诚想到他以前看动物世界时候,里面有解说说老虎大概怀孕时间为三到四个月,一胎一般生一到五个小老虎。 还不知道是白科仔仔还是白卓仔仔呢。 白果突如其来一句话让苏诚诚有些震惊,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,虽然知道这个世界是母系社会,但看着眼前长得还很年轻白果,还是很难想他居然有两个伴侣。 苏诚诚诚震惊同时又难免有些好奇,那你到时候怎么知道小老虎是谁呢? 白果有些吃惊看了苏诚诚一眼,似乎是没想到他连这都不知道。 苏诚诚看着他吃惊眼神顿时有些心虚,不过还好白果并没有想那么多,解释道,仔仔生下来他们受受文会发烫一会儿,这样就知道是谁仔仔了。 原来如此,这还真是一个神奇世界,这样也好,都不用亲子鉴定了。 如果一个雌性兽人伴侣都是同族雄性兽人,也不用担心会把亲搞混了。 刚刚白果吃惊眼神,让苏诚诚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身疗下了,不然他迟早会怀疑,起身准备离开,白果突然叫住了他。 苏诚诚,你能答应我一件吗? 语气中请求让苏诚诚一愣,他虽然刚来到这个部落,可是他也默默观察出来了,这里雌性都是十圣气凌人,即使面对同样是雌性兽人,也不会好到哪。 什么情? 苏诚诚有些疑惑。 是白纸,你能答应我永远不要抛弃白纸吗?他是真真很喜欢你。 今天早上他忧心冲冲跑了过来,还带了一头很大陆寿,只是为了跟我换两张羊羔皮,年大型陆寿很难捕杀,他可能很早就埋伏在了草丛里,我想你身上这件兽皮裙就是白纸给你做吧。 苏诚诚不知道这些,白纸也从未和他说过,此时听到这些,只觉得内心无比感动。 他一直不相信会有一个男生对他会和他爸爸爷爷一样好。 白纸是看到昨天晚上自己想家了,才特意逗自己开心吧。 白果又继续说道,我是白纸妹妹,我们是同一个阿母,但不是同一个兽。 白纸对我很好,他总是送给我我喜欢果子,他前受伤被送到森林,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,很感谢你,乌衣大人,感谢你救了他,我希望他以后会过很好,不要像他受那样。 白果说住居然要他下跪,苏诚诚连忙制止了他。 苏诚诚隐隐约约记得白纸和他说过他亲已经是了,但当时自己和白纸还只是普通朋友,他也没有细问,现在他既然已经和白纸在一起了,他想要了解白纸一切。 你能告诉我白纸兽是怎么回吗? 白纸兽是当时部落最厉害兽人,他也是阿母第一个雄性,不过有一次他出捕猎回来后,后腿受了伤,很快他就不再是部落最厉害兽人了,甚至变得很弱,阿母也开始慢慢讨厌他,威胁他让他捕捉巨型暴兽,不然就要和他解除伴侣印记。 他了,不过没有捕捕,所以阿母就和他解除了伴侣印记,你应该知道被解除伴侣印记兽人会被赶出部落为一个流浪兽,很快白纸兽就死在了森林里。 苏诚诚听了这些,只觉得无比心疼当时还是个小老虎白纸,他白爱乌吉乌道理,同样也知道燕乌吉乌。 小小白纸不知道是怎么在母亲厌恶下长到如今这样乐观善良模样。 白纸他年后,有很多雌性喜欢他,因为他和他受伤前兽一样勇猛,好看。 不过他从未喜欢过部落其他雌性,他只遇到你才变得不一样了。 巫医大人,你能答应我不要让他像他兽一样吗? 我喜欢白纸,不是因为他是最能捕猎兽人,是因为他对我很好且只有他才让我心动,不论他以后能不能捕猎了,我都会喜欢他,永远不抛弃他。 我以兽神名义保证。 苏诚诚白这个世界兽人对兽神是无比信任,他也愿意做这样保证。 走出白的洞穴,苏诚诚思绪万千,他想白纸了,想立马出现他眼前,想用力地抱紧他,告诉他,他会永远喜欢他。 他又有些害怕起来,如哪一天他像穿越过来的时候一般,又悄无声息地到了原来的世界,白纸又该怎么办? 乌医大人乌医大人耳边有远及近传来了着急地求救声。 苏诚诚过头就看到一个雄性兽人抱着一只小老虎跑了过来,小老虎虚弱得了几声,苏诚诚听不懂,雄性兽人立马着急地说道,宰宰他发热了,说一些胡话,乌医大人能不能帮我看看。 中医的四大要点望闻问切,苏诚诚始终牢记于心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用于小动物,不过这个世界的小动物可以变人,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小动物吧。 小老虎毛茸茸的,也看不到他的脸色,双手轻轻地掰开了他的嘴巴看了看,舌淡抬白。 小老虎有吃什么东西吗?什么时候开始发热的? 看着精神也很萎靡,四肢都软塌塌的,无力地趴塌的腹瘦的怀里。 他亦都没有吃东西,怎么都吃不下。 食欲也不振,应该是发烧类型中的气虚发热。 苏诚诚心里有了数,安慰面前高大的雄性说道,你后用湿了冷水的兽皮敷他的额头上,要保证兽皮疑患。 我找一些草药,你住哪里,我等会找你。 雄性大手一指,苏诚诚看了看也不远。 巫医大人,族长交代过,您不能一个人远离部落,需要有人跟着保护你。 没关系,我就部落后面的小森林,很快就来了,森林里不是还有斋子的兽人吗? 那个雄性想了想没有再说什么,抱着小老虎就往自己的洞穴跑。 因为白纸布,苏诚诚也不好意思让别人驮着他找草药,而且白纸说过雄性兽人的后辈只能给自己的雌性做,所以他就更加不可能找别的兽人了。 也幸亏这个小老虎不是什么大问题,他有足够的时间找草药。 部落的背后就有一片小小的森林,是部落的领域范围,所以比较安全。 不用担心遇到流浪兽什么的。 小森林里树木茂密,苏诚诚高高地抬着头都很难看到树的顶端。 这些树都好粗了,估计要三到四个人才能环抱过来。 想到他们有些阴冷的小山洞,苏诚诚决定等白纸来后,就带他来这里砍几棵树,说不定还能盖个漂亮的小木屋。 哇塞这里居然有七叶一枝花苏诚诚小跑了过蹲下来,小心翼翼地把它摘了下来。 完了,等摘了下来,他才意识到他并没有装草药的小筐子,看着手里珍贵的七叶一枝花,丢掉。 绝对不可能,就一手里拿着应该也不妨是。 找了好一会儿,苏诚诚也没有找到他想找的野人参,甚至连黄旗也没见到。 看着手里的七叶一枝花,难道他的运迹都花这个上面了? 爱!不,来都来了,不能就这么了。 苏诚诚又往深处走了走,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竟走出了部落的领域范围。 终于找到你了,小人参,看你往哪里刨土壤很软,苏诚诚也没费什么力就挖出了一个还挺大的人参,野的人参能长这么大还真是不容易。 不过转念又想到这个世界的大蚊子,瞬间觉得大病没有那么美好了。 忽然,他感觉有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环绕住了他的脚踝,并慢慢地往上盘旋,不时地发出丝丝的吐信子的声音。 苏诚诚站原地一点都不敢动,甚至连低头看一眼都不敢,他丝毫不夸张地认为自己要使低头看到一条大花蛇他腿上,他一定能当场晕倒。 不知是心理原因还是什么,苏诚诚刚站一会儿腿就抹了,他不会咬我了吧,呜呜呜白纸要使能来就好了,我下次再也不敢一个人了。 苏诚诚唯一庆幸的是这蛇盘到他膝盖处就没有再往上了。 忽然一个黑影从树上跳了下来,蹲下身一把抓住了他腿上的蛇。 蛇的身体他的腿上不断挣扎收紧,苏诚诚害怕地闭上了眼睛。 等了好一会儿,腿上都没传来被咬的感觉,他悄悄地睁开眼就看见一条蛇出现他眼前,吓得他往后跳了一步。 定睛一看,蛇被一个很高很壮的雄性兽人牢牢地抓了手心理,雄性兽人的左半张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。 他好凶,看着好像黑社会老大呀,他不会是白所说的流浪兽吧,苏诚诚脑子里脑补各种血腥的画面。 不过他毕竟救了自己一命,看着那条红红绿绿的大花蛇,苏诚诚咽了咽口水,结结巴巴地说道, 谢,谢谢。就见雄性兽人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滚。苏诚诚的小心脏一颤,连忙逃走。 好吓人还是白纸最好了。等快跑出森林的时候,苏诚诚猛然想到刚刚的草药被吓到地上望了捡起来了。 啊怎么会这样苏诚诚又硬住头皮,跑了,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刚刚那个黑社会大哥走了。 但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料,苏诚诚在快接近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雄性兽人还在原地,只不过一动不动地靠坐在身后的大树上。 苏诚诚点起脚小心翼翼地走上前,打算捡起地上的草药就跑,于光突然看见他的脸色不对,惨白惨白的,额头还不断冒着虚汗。 他难道刚刚被蛇咬了?苏诚诚连忙走上前,上下打两柱,毕竟他是为了救自己才被咬的,也算是被他连累了,他也不能放住不管。 那个小老虎应该暂时没事,他还是先把眼前的人质吧。 被咬的伤口很快就找到了,就在他右手的虎口处,应该是刚刚抓蛇的时候被咬的,他居然能忍住不把蛇甩掉,真的是很厉害。 蛇的尸体背了两段,丢在了一旁的地上。 看着他虚弱的样子,连他靠近都没有反应,全然不见刚刚凶神恶煞的样子。 苏诚诚有些愧疚,刚刚自己不应该跑这么快,也没注意到他被咬了,万一他不小心,可怎么办? 苏诚诚迅速跑到河边接了一个大河叶的清水,然后一路捧住又跑了回来。 这个雄性瘦人可真高啊,自己站着也才比坐着的他没高出多少,这人估计站起来有一米九几的身高,苏诚诚扒拉开旁边的枯草,力拉起他搭了在两边的胳膊。 啊,哦,他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的胳膊居然会这么。 这胳膊居然和他的腿差不多粗细,还全是硬邦邦的肌肉。 苏诚诚都害怕他突然清醒过来,把自己当坏人,再打他一拳。 水不断冲洗住伤口处,然后双手力把伤口的毒血挤出来,等挤得只剩下正常颜色的血液才罢休。 看了看手里的七叶一枝花,又看了看一旁的男人。 苏诚诚咬了咬牙,找了一块干净的石头,稍微洗了洗,就这样,这个刚被摘下的七叶一枝花就壮烈牺牲了。 七叶一枝花又叫楼,是解蛇毒的药材。 苏诚诚将倒的药敷在了伤口处,从裙摆处里撕下了一长条的瘦皮, 还他今天穿的是白纸刚给自己做的羊羔皮裙子,虽然不如纱布,但也比其他的瘦皮透气多了。 裙摆被撕下来一截后,裙子短了一些,只大概盖住了他的大腿,让他有点不自在。 小心翼翼地给他包扎了后,看着面前这个凶巴巴的兽人手上包住一个白色融融的蝴蝶结, 只觉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反差萌,要是他的手机在的话,他非得偷偷拍个照片纪念一下。 苏诚诚不知道的是,眼前的这个雄性可是一个四阶的兽人,再霸道的毒蛇,也很难对他造什么致命的伤害,只是会虚弱去一时一会儿。 全然不知的苏诚诚志愿当起了保镖的职责,围着他开始转圈圈。 很快,他转累了,坐在了一旁的草地上,转头看了看还在昏迷的大哥,叹了口气。 无聊的苏诚诚又挪到了他的对面,开始仔细打量了起来。 苏诚诚意外地发现,这个兽人如果脸上没有那道长长的伤疤的话,应该会是个大帅哥,五官伶俐,鼻子高挺。 和白纸的气质不同,他给人一种很稳熟的感觉。 就是这个伤疤和身材显得他很凶。 咦? 他脖子上挂得什么? 苏诚诚伸出手想要去摸一摸,突然手腕被紧紧地钻住了。 疼疼,苏诚诚轻声痛呼了一声,手腕上的力道立马消了。 男人睁开了双眼,看到是苏诚诚有些惊讶,似乎是没想到他还会跑回来。 他刚刚故意把他吓走就是希望他赶紧回部落,没想到他还愿意回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受伤,不禁有些感动,他不知道的是苏诚诚跑回来只是为了拿走药材。 他看到苏诚诚红着眼眶,揉着手腕的委居巴巴的样子,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 苏诚诚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问道,你叫什么名字? 是白虎部落的吗? 我叫炎泽,不是白虎部落的。 苏诚诚听到他认真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,也没有继续散发着他那可怕的气质,于是站起来壮住胆子大声地说住,你既然醒了,我就走了,我们现在平了走的时候还故意力地踩着地面,似乎是在气。 炎泽看到了他洁白无暇的脚踝,顿时心情愉悦了起来。 那个白虎居然还没有和他截履。 这段时间他一偷偷地游荡在白虎部落的周围,也许起初是觉得苏诚诚长得很漂亮,可他很快发现漂亮只是他的众多优点一,他善良,温柔,可爱。 那个白纸令他嫉妒,他想把白纸打一顿,然后把苏诚诚从白虎部落偷出来,可是他又担心苏诚诚会讨厌他,他像还挺喜欢那只老虎的。 就在他想放弃的时候,就看到苏诚诚一个人从部落里走了出来,他担心他遇到危险,一路都悄悄地跟着,果然,那个可恶的白虎,居然连小磁性都保护不住。 严则想着想着就有些气,握紧了拳头才感觉右手有点怪怪的,一低头就看见了手上包扎住一个大大的蝴蝶结。 伤口以他的恢复能力应该愈合了,但是看着这个蝴蝶结,竟有些不舍地拆下来。 等苏诚诚拿着人身回去时候,就看见洞口围满了兽人。 苏诚诚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,连忙跑过去,就见一个大概180多斤瓷性不停发疯,胖瓷性下身就穿了一个很短瘦皮裙,动时候苏诚诚都害怕他会不会曝光,上身穿着一个抹胸,不得不说针很大很大,肚子上三,四层肥肉。 用力时候有节奏抖动着,他此时正用小藤条不停抽打着跪地上雄性兽人,嘴里还不停咒骂着,什么巫医,就是个骗子,那个苏诚诚肯定是别部落派来奸细。 你居然让他给仔仔看病。 藤条空中发力,发出了啪啪声音,打下去地方瞬间红肿起了一条条红色道道,由此可见他是卯足了劲打,那个雄性兽人一言不发,丝毫反抗逃跑意识都没有,围观兽人居然也没有一个上去制止。 助手苏诚诚推开拥挤人群了进去,那个雌性一见是他,更加气起来,丝毫没有停手一死,反更加加快了抽打频率,我教训我雄性,管你什么事。 苏诚诚诚见他愈发嚣张,扫眼看见了地上枪狼,一下子抓起就往他身上砸去,雌性体型太胖一时没有躲过去,枪狼打了他水桶一般肚子上,他似是配合苏诚诚行为,快速往上爬了爬。 雌性瞬间就发出了杀猪一般惨叫,开始地不停蹦蹦跳跳,手上藤条也落到了地上。 本跪地上雄性健壮,立马着急站了起来帮他抓身上虫子。 真是不识货,枪狼可是一个东西,经过处理后,可以烘干研磨至便秘呢,苏诚诚赴黑响着。 他虽然脾气挺,但那也是人,没道理热脸贴冷屁股。 我作为部落一份子,就是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兽人。 再说他只是想来让我救救他宰宰,他没有错,我是组长认可白虎部落乌一,我也没有错,我就是有权力管还是说你不认可组长话。 周围围观兽人听到苏诚诚这么说,也不敢再悄悄帮那个雌性说话了。 这个世界受人真喜怒完全表现脸上,他们没有什么勾心斗角,所以吵架辩论完全不是苏诚诚对手。 大不辞性也因为从小到大活过于顺遂如意,以致完全不把为他们付出人放眼里心里。 虫姿很快被抓住,然后被白花雄性踩死壮烈牺牲了,你叫什么名字? 你又宰病了,你却这打他瘦,怎么? 你是不想让他得到照顾吗? 苏诚诚越说越气,偏了眼躺兽皮上越来越虚弱小老虎,有些心疼他有这样母亲。 苏诚诚每次一气就像变了个人似,他只会把柔软一面暴露自己喜欢人面前。 他气场全开,侧过脸对着被打雄性受人吩咐道,我以乌衣身份命令你去我那里把一个石头做容器拿过来,再去河边接点水。 胖雌性本想阻止,但听到他是以乌衣身份,又想到他刚刚扔虫子行为,不禁有些害怕,只敢一声不吭瞪着苏诚诚。 胖雌性就是百花,他极度苏诚诚长得比他看,愤怒白纸居然不愿意和自己截履,找了一个别部落雌性,他和白纸从小一个部落长大,部落里雄性受人都喜欢他,他健康又能郁,他还跟白纸说愿意给他一窝窄窄,凭什么白纸还不满意,居然找了这么一个瘦巴巴雌性来羞辱他。 所以他只要听到和苏诚诚有关事情就会大发雷霆。 从来没有人敢跟他吵过架,百花狠气,恨不得拿起藤蔓往苏诚诚脸上抽,可他又不敢,这个叫苏诚诚诚诚居然拿他最害怕虫子打他,真是太卑鄙了看了看周围本支持他雄性兽人,这些兽人眼神居然带了一丝责备。 兽人是借此性很药,可幼崽也很药,他们是部落来,即使不是自己幼崽,也没有一个兽人会眼睁睁看这小命流逝无动于衷,这个小幼崽这么瘦小,一看就是没有吃到什么东西。 白花不理解为什么这些本帮他雄性兽人都变了,瞬间内心崩溃,大哭着跑了出去。 你们都去做自己事去吧,都围着理,空气会不流通。 苏诚诚知道自己一个外来人员一来就当上了巫医,肯定难以服众,所以他只能先拿组长当令牌,他会努力让部落里兽人心服口服。 兽人们听不懂空气不流通是什么意思,但也明白长时间围着礼部,于是陆陆续续离开了。 还留下几个,就是想看看苏诚诚到底有没有治病本事。 快,雄性兽人端着白纸给他做小石锅跑了来。 部落火种是怎么来? 你现在能找火种过来吗? 苏诚诚想到上次勾火奇问道。 部落火种都是兽神发怒时候将森林里,组长会让我们去收集,不过快就会完。 兽神发怒 应该是天气干燥导致森林失火吧,苏诚诚并没有反驳他,他知道兽人们都坚信兽神存,其实他突穿越道这个历史并不存世界,也是科学难以解释一件事。 还上次河边石头堆处捡到了两块打火石,这下正派上场了,苏诚诚掏出两块小小白色打火石放了一旁。 小老虎副兽帮助下,他快就筑起了一个简易小土灶,啪啪力敲击摩擦了两下打火石,火星迅速点燃了早准备干草上,渐渐燃起不小火焰。 天籁小说网。 一旁留下来看热闹兽人吃惊睁大了双眼,满脸敬佩看着他,仿佛他干了什么惊天动地大事。 苏诚诚将处理野生人参放了进去,不时吊一下火苗大小。 快一股独特草药味充斥了空气之中。 了等这个不太烫时候,你就给小仔仔扶下,这可是大补东西。 还有就是平时多带他出去跑跑,给他吃点肉,多锻炼可以增强抵抗力,抵抗力就是不容易生病。 苏诚诚有些不放心叮嘱道。 巫医大人真是太感谢您了雄性兽人突毫无征兆跪了下来,砰砰砰磕筑头,围观兽人也看到了苏诚诚无中生活本事,心里既敬畏又喜悦,他们开心部落来了一位这样有本事大人, 以后白虎部落一定能成为一个最繁盛大部落。 哀不这样。 苏诚诚不喜欢被人这样跪来跪去,总觉得心里不太舒服,更何况这里多兽人都比自己要大。 原本不为观兽人远远看到了这样场景,也慢慢聚拢了过来,苏诚诚见情况不妙,立马对小老虎副兽说道, 我先走了,你有时间再把小石锅送来,再见。 小石锅可是白纸亲手给他做,他可不舍得就这样给了旁人,不过,他倒是可以教他们怎么自己做一个。 傍晚,打猎队伍又再次陆陆续续来了。 苏诚诚做部落门口小草堆上,撑住下巴眼巴巴等着白纸来,像极了等住爸爸妈妈接自己放学家小孩。 受人势力可要比人类势力太多了,白纸远远就看到了做部落门口诚诚。 他将肩上猎物往白柯身上一丢,白柯只觉得肩膀猛一沉,就见白纸飞奔助冲向了苏诚诚,苏诚诚上一秒刚看清他身影,下一秒就被抱了个满怀。 闻住熟悉气味,苏诚诚立抱着白纸,撒娇说道,白纸,我想你了,白纸听到感觉心都要了,可下一秒他又觉得有些反常,担心问道,怎么了?有谁欺负你了吗?没有,就是想抱抱你。 闻我只给诚诚报。白纸身后赶上来雄性受人突厥的饱,即使是最美味肉出现他们眼前,他们仿佛也吃不下了,他们不知道是这就是狗粮吃撑了感觉。 白纸无视其他人目光,将苏诚诚一路抱了洞穴,白纸摸了摸苏诚诚小脑袋温柔说道,诚诚,明天我不去捕猎了,你想去哪?我带你去。 一提到想去哪,苏诚诚想到了今天森林里发生事情,神秘兮兮和白纸分享道,对了,白纸我跟你说一件事,我今天去部落后面小森林,差点被一条大毒蛇咬了,后遇到了一个看着凶兽人,他把我救了,不你说不定都看不到我了,你会不会害怕? 苏诚诚小手不老实白纸脸上摸来摸去,一会戳戳眉,一会扫扫他结。 白纸伸出大手将他小手紧紧握了掌心理,恩我害怕,诚诚,你答应我不要一个人去危险地方吗? 苏诚诚看着白纸深情眸子,只觉得耳朵烫烫,乖乖点了点头。 突,苏诚诚想到了那个跋扈白花,一把搂住了白纸脖子,洋装生气质问道,说你和白花是什么关系,他跟我说他本来要和你生小宝宝。 没有诚诚,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。 白纸怕苏诚诚不相信,立马就要对着受神发誓,苏诚诚立马拉住了他要启示手,说道,恩我相信你,白纸,我最喜欢你了,你以后要是喜欢别人了,一定要和我说,我才不会赖着你呢。 不喜欢别人,只喜欢你。 白纸抱着苏诚诚前程他慢慢闭上眼睛上落下了一吻。 晚上,苏诚诚趴在白纸胸口,妈撒着他下巴上小胡渣,不时小手只戳戳他硬邦邦腹肤,不知为何他有点兴奋,一点都不想睡觉,可能是今天一天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事情,才导致这样。 腰突然被白纸两只大手紧紧固住,身子被他快速旋转了一下,苏诚诚惊呼一声,下一秒就感觉自己被翻了过来,后背紧贴住身下瘦皮,他一抬眸就发现白纸正认真看着他,两人此时姿势时暧昧。 苏诚诚不好意思扭了扭身子,白纸脸慢慢凑近,感觉都要亲上他了,他迅速闭上眼睛,不敢再看。 诚诚,怎么还不睡?白纸低哑声音传进他耳朵中,呼吸产生热气打在他耳朵上,让他忍不住蜷缩起了脚趾,他迅速掀开一旁瘦皮钻了进去,瘦皮下传出了闷闷声音,我,我现在就睡,啊好困。 苏诚诚还假装打了一个呵欠,白纸当然发现了,他无奈笑了笑,看了看身下,冲出了洞穴。 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满身湿气回来了,苏诚诚从瘦皮中伸出小脑袋看他。 深夜,洞穴里只剩下微微月光,他隐隐约约看见白纸又变成了兽形模样,缩在他身边。 苏诚诚看了他一会儿,又老老实实躺好,努力酝酿着睡意。 白纸自从上次差点强迫了他后,就一小心翼翼,深怕自己在失控。 苏诚诚虽然没什么恋爱经验,但也知道刚刚白纸是出去干嘛。 两人之间有一层微妙薄纱,谁也不愿贸然打破。 他喜欢白纸,也被白纸所爱护,这就经是最美好事情了。 别,他还不愿意多想,他难以想如果有一天他们截履了,他却又穿回了原来世界,那白纸怎么办,他会成为一个人人厌恶流浪兽人吗? 就现在这样就可以,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,他就永远陪着白纸,万一哪天被迫回去了,白纸还可以再找喜欢女生,一年不就两年,时间会冲淡一。 早上,白纸一睁开双眼就看到了,睡在离自己不过一个手掌距离成城,他有些惊讶,昨天成城不是睡在兽皮上吗,怎么现在睡在了自己旁边? 虽然是热剂,清晨地面还是有些寒冷,他小心翼翼将左手伸到成城腿弯下,右手慢慢伸到他脖梗下,打算再把他抱回兽皮上。 兽皮下堆满了被太阳暴晒过干草,时温暖,还带有淡淡草香。 白纸刚碰到成城,就见他缓缓睁开了迷蒙大眼睛,白纸,暴苏成城张开双臂,等待着被抱起。 白纸毫不犹豫,一把把他抱到了怀里,还轻轻颠了颠。 成城还是太轻了,他要努力把他喂白白胖胖。 他想法还好没有让苏成城知道,不然苏成城可不会轻易放过他,他可是要当一个魔鬼身材辣妹,休想美食诱惑他。 白纸哄睡着苏成城后,轻手轻脚走出了洞穴,一低头就看到了摆放在洞门口。 一个被劈成两半蜂窝,蜂窝里浓稠蜂蜜以及慢速度,顺着蜂窝表面滴到了地面上,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小蚂蚁。 白纸疑惑拿起蜂窝,凑近鼻子闻了闻,一瞬间,他心中想起了警铃。 这个味道如果他没记错话,就是当初遇到那个四街兽人,他怎么会出现在部落,白纸脑中灵光一闪,想到昨天苏成城对他说话。 可恶这个四街兽人一定是看上城城了居然跟着他们来到了部落。 部落里没有一个兽人是他对手,他只要想进来,一定会有办法。 白纸有些害怕,他害怕有人把城城从他身边带走。 白纸变成兽形如疾风般冲步落后小森林,怒吼声响彻了大半个森林,很快炎泽不紧不慢出现在了他眼前。 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 炎泽轻松接过白纸砸他蜂窝,放在了一旁树叶上。 你想干什么? 白纸驻虎辈随时准备战斗,虎尾扫机驻树丛,发出刷刷巨响。 你不这么戒备,你应该知道你打不过我。 炎泽依旧没有变成兽形,神色自若说住。 你滚吧城城是我慈性。 白纸不想再和他拐弯抹角,皆了当说道。 昨天我看到了,你跟还没有和他截履,慈性不是只能有一个伴侣,你一个能保护了他吗? 炎泽丝毫没有被激怒,只淡淡说道。 忽不忽了,不是你说算白纸往空中一跃,张大虎嘴,就要往炎泽身上扑杀。 炎泽转身一跃就跳上了一旁大树,白纸见一次扑空,又连续进攻了几次,可全都被躲开了。 白纸心里清楚三阶兽人和四阶兽人完全不是一个战斗力,但他是不可能放弃城城,哪怕是死。 转瞬之间,两人又斗了十几个回合,最终,炎泽死死按压住了奋力挣扎白纸。 你应该知道,昨天如果不是我在,城城就经毒发了,你肯定清楚一个雌性被毒蛇咬伤是什么下场。 这就是你所谓保护嘛。 白纸停下了挣扎动作,低着脑袋默不作声。 苏澄澄一起床就发现白纸不见了,找了好一圈都没有找到,等他洗漱完后,就看到灰头土脸白纸,魂落魄走了来。 苏澄澄连忙拿起一块干净瘦皮给他轻轻擦拭住脸上灰尘,白纸,你脸怎么了? 怎么都是一些擦伤小口子?白纸抓住他手,城城,你以后想要几个伴侣? 这突如其来问题把他问一猛,白纸,你怎么了?我当然只要你一个了。 他还做不到像这个世界雌性一样这么开放。 不知道为何,听到这话白纸仿佛更加伤心了,他一言不发,就那样静静看着他,眼神充满了挣扎与痛苦。 白纸,你到底怎么了?和我说说好不好。 苏澄澄看着他难过样子,只觉得自己也被他感染了,有些悲伤。 澄澄,今天早上。 白纸平静描述完了早上发生一切。 苏澄澄只觉得怒火中烧,恨不得冲去森林里把炎泽暴打一顿,虽然自己打不过他。 此时,埋伏在草堆炎泽打了一个大大喷嚏,把旧药捕捉到鸟兽给下飞了。 炎泽虽然已经是一个四阶兽人了,但由于四阶带来无形威压能够被普通野兽准确感受到, 所以难攻靠埋伏捕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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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捕捉。 除非能够达到七阶十里,才能做到完全无声无息。 白纸,你千万不要听他话,我才不会和他在一起呢。 苏澄澄见白纸敷衍演点了点头,他拉着白纸走到了洞穴最深处,犹豫了一下, 还是小声说道,白纸,我告诉你一个密敦,我其实不是兽神大陆兽人,我来自地球,一个美地方,我们那里女生只会和一个男生结婚,和这里不一样,所以我喜欢你,就只会喜欢你。 我来是在上学,不知道为什么就到了这里,然后就遇到了你,不过我真开心。 苏澄澄说完看了看白纸反应,只见白纸愣愣看着他,突然猛一把把他搂紧,澄澄,我开心你能告诉我这些,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密敦告诉其他任何兽人,我怕他们会伤害你,澄澄,你答应我,好吗? 白纸想到了部落流传九传说,九以前也是有这么一个来自地球雌性,他长得美野葱,各个部落为了争夺他,开始不断战争,最后为了平息战争,那个雌性被大祭司下令焚烧了,如果这一切都是真,那澄澄会不会也,他不敢继续想下去,在心里默默下了一个决定。 苏诚诚点了点头,白纸没有怀疑没有害怕,只是担心自己被坏人知道了这个密敦。 按照昨天计划,白纸带着苏诚诚来到了陆明森林,苏诚诚不愿意再去部落后面森林,因为不想看到严则,白纸自然会答应他一切要求。 白纸带着他来到了同样并不是太远路明森林,这个森林树木似乎更加矛盾,树叶遮挡住了大部分阳光,绿叶下面像一个天然空调房。 好凉快呀。 苏诚诚挑挑选选最终选择了一棵两人核爆粗细红杉树。 他隐约记得白纸好像是三阶兽人,不过他对此不太了解,只知道应该厉害。 快大树就应声而断,树大约有十米高,在苏诚诚指挥下白纸利落去掉了上面一些枝枝丫丫,只留下了一些光秃秃树干。 白纸,我还想要这棵,这棵,那棵。 苏诚诚小手不断指来指去,被他选中树块也倒在了白纸找下。 这些应该差不多了苏诚诚看着面前小山头一样高树干认真想着。 咦?那里是什么地方,他扫眼就看见了不远处有一个黑漆漆山洞,不知为何,心里冒出一股难以抑制好奇,好奇心不断催促着他快去看看,快去看看。 他拉着白纸大手,走进了山洞,洞不断传出啪哒啪哒水滴声,只觉得有些阴森森。 还好他让白纸做了一个小火把,这样给他增添了一些安全感。 虽然这个火把对白纸来说没有用处,但对他来说却是难得光。 他不自觉抱紧了白纸手臂,白纸知道他有点害怕,说道,诚诚,要不我们出去吧。 不要不要他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稀奇古怪东西这么潜意识吸引他。 小人